凡是在新西兰居住的华人朋友们或者你人在海外 但是新西兰的华人朋友们都知道上个星期间有发生一件大事情 就是我们终于要换政府了 从现在的工党将会改变成国家党来执政 那这个消息至少对房地产这一块的从业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那我们今天就花一两分钟来潜聊一下 Chris Lexington和他的国家党政府在他竞选当中这段时间 对我们的这个行业房地产行业做了什么样的政策上的一个promise呢 其实呢这个它主要是分四大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允许海外买家购买价格200万牛币以上的房产 但是呢这些房产会被征收15%的税 那其实大家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是对房价是有往好的地方的一个刺激的政策 那也有一部分人呢会担心自己买自住房的时候会被这些海外买家竞争 从而付更高的价格 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将工党延长的10年明线测试缩短到两年 这其实对我们proper investor房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但是再怎么好也不如也比不上第三点 就是分期阶段恢复对房东的租金利息抵扣 哇 这个是将是一个game changer 这是我个人也是最关心的这一点 他能不能做到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一个呢就是承诺他承诺啊恢复房东无理由解除租约的这个权利 那对我们做物业管理公司的啊这个proper management公司来说也是非常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尤其是对房东把房子收回来啊 他有自己的用处的话 这其实也是提供很大的便利 那我们啊不知道能他能做到做到多少 但是呢至少他上台之后对整个房地产信心是往上的 那能做到多少我们就只能送他四个字 拭目以待